这个世界大人要抢占商机 小孩要抢占学区 最近上海有所私立小学 举行了入学考试 虽然要念书的是孩子 但是面试的却是家长 考家长什么呢 考家长智商 最夸张的是 学校还要看家长的外表 跟身材作为孩子的录取评段之一 当然消息曝光之后 惹发了极大的批评 那么背后所凸显的是 很多家长对于这些 私立名校趋之若鹜 栽培孩子可以说是 不遗余力 当然竞争的压力如影随形了 过去孩子们的压力 是课内成绩 但是现在一路延伸到 课外的才艺 许多家长从小就非常重视 孩子向逻辑思考能力 所以相关的课程一味难求 还有些人把孩子送到了 私立双语寄宿学校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就过着军事化的团体生活 说要训练孩子独立 好不容易放假 终于能回家 还有满满的功课跟才艺课程 这一年下来 花在孩子身上的教育费 逼近了台币百万元 这种中间让一条大好吗 这个中间让开来 不要再堵住了 宝贝 宝贝 李老师 你好 谢谢 我们黄玉玲多好吧 感恩不错 谢谢 麻烦你们 艳阳下等了一小时 终于见到宝贝女儿 奶奶忍不住思念 直接亲了上去 爸爸则是紧握女儿小手 笑得合不拢嘴 一上车就急忙询问 住校生活 这个星期有没有做试卷测验 有很多 有 有很多 九岁的黄玉玲是个小学霸 小学念的是上海著名的 私立双语学校 一年级开始就规定 住校训练独立 好不容易周末能回家团聚 却有满满的行程 等着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个 最严 多的有十几个人 除了成绩之外 同龄孩子会的才艺 黄玉玲一向都没少 从钢琴 舞到 甚至声乐 18班舞艺样样精通 归功于全家人 不遗余力全力栽培 我还想给他报名 在外面给他学什么课的吧 没有时间 翻开课表看一看 周一到周五住校 是规律严谨的团体生活 周六上午写功课 下午是亲子时间 晚上是钢琴声乐课 周日则是芭蕾跟现代舞 接着黄玉玲就必须赶回学校 充实忙碌的生活 他乐在其中 我最喜欢跳舞 第二个牌子是声乐嘛 第三个牌子嘛 不要胡拉圈啊 精彩丰富的课程却不便宜 林林总总加起来 一年花在黄玉玲身上的教育费 就逼近百万台币 黄爸爸透露 这些都是为了培养孩子兴趣 女儿喜欢什么 他绝对二话不说 砸钱买单 孩子的未来 甚至已经画好蓝图 为了孩子将来好 现在中国大陆 很多家长格外重视 小孩的逻辑思考能力 也让相关课程 成为热门的必修课 一个大齿轮带小齿轮 再一个大齿轮带小齿轮 这样为什么就是二级加速了 老师在台上卖力讲解 不过台下听课的小朋友 却都只有一年级 其中八岁的薛志玲 从幼儿园就开始上课 有一些好的学校会看小孩的逻辑思考能力 难度相当高的逻辑课程 必须动脑又动手 只要一个步骤错了 就没办法完成 为了要让这个齿轮 它就能转动起来 来带动这个风扇和下面的蚊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让他们这个齿轮咬住 除了重视小孩 必须有独立思考能力 妈妈更希望薛志玲 能够身强体重 从七岁开始 利用课后时间学空手道 不过小小智玲 看起来却有点累 你觉得累 累 妈妈建议我可以 薛志玲虽然念的是公立小学 不过花在她身上一年的教育费 也上看15万台币 作业多得吓人 妈妈亦步亦趋地跟着 不过才一般再加上繁重课业 也让薛志玲有点小抱怨 礼拜天我们尽量地会空出来 其实礼拜天会带他们去 附近的公园就是逛逛 天下父母心 为了让孩子迎在起跑点 出类拔萃 每个父母都费尽心思 孩子也相当拼命 不过这条漫漫长路 才刚要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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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